請到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我是尹乃金好 首先要提醒您呢 從今天晚上開始呢就會有有雨然後天氣會有一些變化 會有一些有些地方呢會出現這個強降雨和這個雷擊 大家要特別的小心啊 然後哇股市今天呢漲勢呢非常的好 美股呢昨天呢都大漲啊 道磚工業指數S&P500指數NASA指數 還有這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呢都漲啊 台北股市呢今天也是漲呢 目前呢漲了172.23點指數呢來到了160097.52點 然後重回這個16000點 漲幅是1.08% 我們來看一下亞洲主要的股市呢 也都是漲啊 日經225指數呢上漲了431.46點 漲幅是1.43% 香港恒生指數呢上漲了239.76點 漲幅是1.23% 上海綜合指數呢漲了25.51點 漲幅是0.78% 深圳綜合指數呢漲了27.79點 漲幅是0.25%啊 嗯是這個有很多朋友呢也聽到有早上就帶這個唐香龍的班啊 零食啊就帶唐香龍班 那謝謝齁就是大家說我辛苦了 嗯不還好還好還好 就我們的氣勢倒是挺辛苦的漢漢挺辛苦的 一大早呢接到這樣子的電話呢 要調人好來代班呢他們挺辛苦的啊 好呃歡迎那個朋友呢透過這個YouTube聯播網呢 來收看我們這個飛碟午餐的直播 跟大家跟老朋友新朋友問好 嗯 台灣的政治上面呢最熱的話題呢還是圍繞著 國民黨呢昨天呢就是徵召了侯友宜 來代表國民黨參選 然後這個話題呢今天呢持續的延燒 那大家關注的幾個後續的發展呢 首先就是欸那侯友宜要跟誰配 有可能是郭台銘嗎 那柯文哲那邊呢有可能找郭台銘嗎 呃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兩個人會怎麼樣的合作呢 嗯接下來的接下來呢 會是就是撒卡都啊就是柯文哲 呃侯友宜賴清德 還是說呢嗯柯文哲有沒有可能跟這個侯友宜呢 有進一步的呃藍白的整合等等啊 都是大家關注的這個焦點 首先呢我們來談一下就是柯文呃郭台銘的這個部分啊 郭台銘呢昨天的表現呢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氣量很大啊 然後講的也非常的好呃他在這個關鍵的這個時刻的時候呢 在臉書上面發表這個談話啊然後支持這個侯友宜啊 然後嗯也稱讚這個侯友宜呢是最好的人選他會信守承諾 盡最大的努力支持侯友宜盛選讓無能的這個政府下架啊 所以說第一時間呢就呃阻斷了啊大家認為說啊如果說這個你不提名 你不徵招呃郭台銘而是徵招這個侯友宜的話恐怕呢 那郭呃呃呃柯呃郭台銘這一方呢是很難善了啦齁 實是很難的很難善了齁但是呢同樣的呢就像我們這個網友呢很快的在呃留言喔 也就說啊看不下去了啦齁就說轉頭苛了齁猴真的投不下去了齁 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呢 有没有办法能够 有没有办法米评 有没有办法这个米评 这要看这个侯友宜的本事了 同时呢是也要看 郭台铭那 郭台铭的方面呢 后面呢会做出一些 什么样的这个举动 如果说呢郭台铭呢 今天呢不但呢更进一步的 很大度的啊 除了脸书这个发文之外 他在未来的这个竞选活动的时候呢 帮这个侯友宜这个站台 然后请尽全力的 这个支持这个侯友宜 支持者呢应该也是会 支持者就才就会转向了 甚至于是说 他到底有没有可能 形成是一个对于 现在不少的蓝营的人都期待说 有一个梦幻组合 就是侯友宜呢能够跟 这个郭台铭搭配啊 我们首先好来讲一下 就是侯友宜呢 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的 他的说法了 他说 这个郭台铭呢 有三大理念 跟他的理念呢 完全一致 双方都有决心 为这块土地奉献 郭董不但让他敬佩 理念价值跟他相同 未来一定会团结并肩作战 守护中华民国 但他没有正面的回应 就是他要不要 这个邀这个柯文 邀郭台铭来担任他的副手 我对于侯友宜回答这类问题的 很实在的这个建议 就是说 侯友宜呢 真的是要少说这些 要少说这些大原则的 这个空话呀 然后就不着边际 因为呢 这个是很逆人的 而且很没有feel 很美感 你相对的来讲 你的现在呢 很重要的 这个关系到你的这个选票呢 会不会流失 能不能把选票争取过来的 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讲话多直白啊 柯文哲讲话呢 多么的切众要害啊 要不然呢 你就要有像这个卢秀燕 这样子的一个幽默 卢秀燕呢 今天在被问到说 你有没有可能被 有没有可能跟这个 侯友宜搭档的时候呢 他说 人家都说我是妈妈市长 这个妈妈 妈妈是要留在家里的 这个幽默嘛 这个回答的这很好嘛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幽默 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呢 还是直接一点 诚恳一点 就说 你不能说他不诚恳 但就是太直接了 这个太空了 你这么一个空的时候 大家就感受不到你的温度 就感受不到你的这个心意 你比如说 你可以 你可以讲我们会最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争取这个郭董 郭台铭的合作 你说现在 比如说 现在呢 谈副手要找谁呢 都还太早 我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怎么样 怎么样 我都觉得会比你谈这个什么 我们有三大理念呢 是一致呢 这个来的实在一点 然后呢 就像这个我们的网友 这个Ted Lane讲说 他要转头科了 好像是一 一传媒 还什么的 他们在网路上面 也有个民调 网路上面有个调查 有很多的这个网友 就是啊 投不下去了啦 他们一定要 他们就要转给转给柯文哲 那好有疑的答复呢 他就说 不分你我 不分族群 更不分党派 好 然后呢 要转用这个闽南语说 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是台湾这块土地出生的 任何一个人 都用良善态度面对 大家一起携手共进 让国家社会 能够大进步 你不觉得讲这些话之后 就是又是一个有点 不找边际的 很没感觉的 好有一个 这个讲话的这个内容 和这个方式呢 真的是要改一改 为什么这一次 这个朱立伦的做法呢 让这让郭台铭的这个支持者 这么的不满 像叶小妍她说 国民党如此行事 令人寒心 觉得好像说 把这个郭台 郭台 你的你的你指的意思是说 叶小妍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这个好像这个朱立伦呢 设了一个局 把郭台铭呢 骗到这个局里面 局里面进来 那原先呢 根本就没有意思 要让这个郭台铭 征召郭台铭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耍了郭台铭 耍了这个郭台铭 就是耍郭台铭 一趟 是不是这个意思 假设是这个意思的话呢 这个对于朱立伦来讲 他这一次呢 在这个操盘的这个过程之中 他真的是 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批评 是应该被批评 就是被骂活该了 他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说呢 在九合一大选胜选之后 侯友宜的这个声势很好 你就这个趁盛追击呢 国民党呢 就也不用拖 你就在比如说农历年之后呢 就征召 就征召 侯友宜 那郭台铭大概也就 也就算了吧 也就这个 不会来玩 来玩这一趟了 那你这样子拖 把这个侯友宜的 这个声势民调呢 也拖 也往下 也拖累了哈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你这个时候呢 想说要 要玩就玩征召的这一场 他的那个局是不是要 就是纯心的要让郭董难堪 要来去糊弄侯友宜 当然不是啊 他就是在这个侯友宜的 这个下坡的这个时候呢 他 邀这个郭董来入局 如果说郭董呢 能够把这个声势打起来的话呢 那就顺势的他就征召郭台铭 他就不用征召这个侯友宜啦 我觉得这个是郭台铭 这个是朱立伦的第一 优先的这个盘算 而且呢 在征召郭台铭的这个情形之下 他跟郭台铭这个搭档 就会变成是一个最有可能的 一个发展方向 否则的话呢 其实如果说郭台铭呢 没有得到党中央的 这样子的一个暗示也好 民事也好 或者是提点也好 他不会从 缩短他在美国的访问的行程 提前赶回来的啊 所以说 这个一个月的这个时间 是因为 国民党的他的征召的时程 大概就是摆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程应该就是定的 所以呢 就希望说郭台铭呢 能够在这个这个阶段 能够尽力的啊 把这个他的绅士这个拉高 那郭台铭其实 的确说说实在的 真的是做得不错啊 他不管是在话题的带动之下 还有呢 他能够在这么短的这个时间之内 得到这么多的这个声量议题操作 而且他的确也抛出了很多很重要的这个议题啊 但是就郭台铭来讲 他在政治上面还是是很深嫩的啊 所以很多的这个操作 还是 嗯不是很成熟 然后常常这个出错 然后更重要的是 这个侯友宜 他在党内的根基是很足够的嘛 那你 你郭台铭呢 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实力 就是在党内的实力 非常的不对等的 这个情形之下啊 你要胜出 你就除非能够在民调里面呢 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领先 大幅领先 那你侯友宜这边就就没话说了嘛 但不是啊 就说 呃 他们两个的差距呢 就很小 然后呃 就呃 侯友宜来讲 他又有党内的县市首长 和这个立委 呃 这些明代的这个支持 那他 那他这个出现的几率 当然到最后呢 你就是摆明的 就是只 就是能够 只能够征召这个侯友宜嘛 呃 呃 呃 郭台铭 他在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形势之下啊 啊 那 你也因为呢 他也因为呢 他在政治上面呢 的确他在政治判断上面 他就缺乏 他缺乏一个整体的 一种政治的一种去思考啊 呃 今天当你 当这个朱立伦邀你来 进来呃 参与这场这个游戏的时候 呃 你就已经被他框住了嘛 你就已经被他框住了 呃 你先前的盘算是说我今天想要参选总统 但是呢 我如果呢 呃 不在不被国民党提名的话呢 其实我当选的几率是很低的 这是郭台铭这个呃 作为企业家 精打细算的一个结果 可是呢 你入了这个局之后呢 你就被他的游戏规则给绑住 更何况这个游戏规则是党中央说了算 然后你又把话讲的很满 啊 就是说我今天呢 嗯不管是赢还是不管就算输了也会也会也会支持 你就把罪路堵死了 飞碟午餐 我是银奶晶 这个我们的网友啊 这蔡林说这个锅真的是不行啊 政治上太嫩了 太情绪化 呃就是 这是个麻烦了哈 然后这个呃 陈文杰他说我们是新北 对不起我我往上跑掉 我们是新北市民 虽然我们每次都选给他 但听他要出来选总统 我身边的人绝不会选他啊 如他要出来选总统 那就不要出来选这个新北市长 来浪费呃 选举百姓的钱了哈 嗯 这也是这也是这个侯友宜 接下来要去呃面对的一个问题啦 因为绿营呢就是一定 绿营就是能打他的就是 就是这一点了啊 那侯友宜呢他现在是讲说 他呃九月啊 要开始请假啊 然后呢他的薪水呢都要捐出来 那他今天就说 他不只捐他自己还会捐更多啦 呃就看他哈 看他在看他在这个后续的这个作为上面 呃能不能够让这个选民呢 呃去啊就认同他的就是我今天呢 并不是要抛下我对这个新北市的责任啊 他并不是落跑而是进取 也会为了一个台湾啊为了这个国家中华民国呢 呃整呃未来的一个更大的啊更大的一个挑战 2024年呢就是战争与和平的一个选择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台湾的这个民众呢确保啊 我们在2024的这个选举之后啊 能够让两岸关系呢回到正轨啊 能够让台湾呢不要成为这个呃国际局势 台海呃不要变成为国际局势关注的这个热点嘛 这个G7呢呃重点会讨律台海的这个形式 这对我们来讲是好的吗 这个当然不好啊啊 你就是因为呢风险这么的高啊 你你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把这个国家呢 呃治理到是一个兵凶战危 然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只是战争啊 还有可能经济上面的带来的投资上面的这个风险 呃这样子的话对于 我就我讲的就是说他不见得大陆呢 不见得是说今天呃赖清德当选了 他马上呢就要对台这个动武了 不会不会这么的不会这么的离谱了 不会这么的夸张了 但是呢他可以在经济上面采取很多的手段嘛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 就像比如说他的这个贸易壁垒的这个调查 然后他这个取消这个ECFA 然后他在台湾呢 呃周边时不时的给你来个这个军演 围岛军演环台军演啊 然后你的天然气的供应呢 你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你的登船呃如果他的海警呢 登船检查呃造成这个这方面 这个你造成贸易和航运上面的障碍 他的手段方法很多很多的啦 那谁要谁要在你谁要在你呃这样子的一个 充满了政治上面不确定因素的地方来投资呢 啊那为什么巴菲特要出清台积电的ADR 啊为什么那个桥水投资呢 他也不投资台积电了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灰能科技做电池的 呃他们要在这个法国投资一个 一千多亿台币的一个大投资在台湾呢 这规模来讲呢就是小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就是因为你台湾这个地方危险嘛 我今天投一个我今天投一个总统候选人 我今天让这个人这个当选就把呃我们的未来呢 建立在这些不确定上面 那无所谓何来呢 好那呃呃所以说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呃呃呔還有宜 他能不能够以这样子的 以这样子的论述呢 来去争取呢 最多选民的这个支持 那当然就是他未来选举要面临到的 最大的考验了啊 呃这个 嗯有一个是说 是名字难取吗 还是谁 嗯他说 这个呃 名字难取他说美国人不喜欢 郭郭不太可控 我以为就是蔡英文 呃 2.0你的意思吗 蔡依依2.0可控 嗯 这个呃侯友宜 像这个呃蔡 蔡英文 这个好像 这个好像这个 这个不只是 就名字难取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啊 好像这个国外的这个学者啊 还有这个国外的媒体呢 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子来看呃侯友宜啊 呃像今天 嗯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还有德国之声啊 他们呢都很关注 台湾呃国民党呢提名呃争招了提名了侯友宜啊要来代表参选 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呢都是在他的这个呃两岸的论述上面 那他们呢都提到就说侯友宜呢他在呃两岸的论述上面呢 纽约时报是说有如一张白纸的地方首长 那华尔街日报呢是说他的态度模糊啊 然后也因为呢他的这个态度模糊啊呃所以呢其实呢他在这个他在台湾的内部他就会他就会比较呃吸引到中间甚至于是有点淺绿的民众的这个支持嘛啊呃他就不像是一个最一个最强的这个对比就是韩国瑜了啊他就不像是一个最一个最强的这个对比就是韩国瑜了啊他就不像是一个最强的这个对比就是韩国瑜了啊他就不像是一个最强的这个对比就是韩国瑜了啊 他就不像是这个韩国瑜在这个立场上面呢是这么的清晰然后在这次的呃这次郭台铭的造势的过程里面他在于两岸政策上面呢也是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九二共识啊然后一中各表啊然后他要走的是呃马英九的道路啊哦那呃侯友宜的呃他在两岸态度上面的这个模糊对于侯友宜来讲就目前的这个选举的气氛的总的气氛来说 是有帮助的哈但是呢对于深蓝的这一块啊你可能你可能呢要去争取这个深蓝的这个认同的这一块的时候呢你就要用更大的实际的行动啊和这个呃说服力来去化解深蓝的过去存在于就是在你身上哈对于觉得你你过去呢都跟这个党的这事物呢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啊 因为侯友宜为什么这样做或觉得侯友宜那心里面他在想的就是他要得到最多人最多人的支持嘛他采取的一个不这么的国民党化的这个这个立场他才有可能得到最多人的这个支持你今天跟这个呃党的一切的都靠的贴的这么这个紧哈嗯那在这个政党上面的这个对立呢就会非常的明显啊 但是这也就这也是蓝营的这个特别是深蓝的呃讨厌他哈甚至于现在呢就不愿意投他的一个很重很重要的理由嘛那就要靠你侯友宜你除了靠侯友宜的去努力的呃支持之外啊就是这些深蓝的这个民众呢也要好好的这个想一想啦哈呃今天呢你们一直在呃批评呢党内呃高层的这个不团结当今天呢郭台铭呢表现了一个这么大气度的 这个团结的异象之后呢团结的这个说法之后呢这个基层呢就要搞分裂好然后你看看这个民进党向来呢这个民进党呢的基层呢都非常的团结的啊你对于呃他们有说这个非非赖不投吗非赛不投吗他们有我我今天我今天也在讲啊就说过去呢你看到民进党他们在这个初选的厮杀的时候 谢长廷啊苏贞昌啊赖清德啊蔡英文打的多难看打的多惨烈啊到了这个选举结束之后呢是基层的力量基层呢让这些人呢不敢不团结好呃你不敢呢在基于这个胜选的这个大前提之下这些明明摆明着只有苏贞昌跟谢长廷两个人搭档你才有赢的可能的时候苏贞昌还不是乖乖的就呃在美国他本来在美国这个呃 呃度假啊然后就回来跟这个谢长廷搭档了不是吗 然后你在竞选过程之中讲的那些有的没有的反正到了选举之后大家就是把这一页给把这一页给接过去了就是不要再提了哈 你你们就自己不要再提了然后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呢别人有别人提的话他们就开始去骂就是骂对方这才是这才叫是一个战斗团队嘛 就是叛离民进党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啊那国民党就不是 然后你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呢你就透过这个选票呢去惩罚你认为对于你们不够忠诚的这个候选人你到最终呢是怎么样最终就是惩罚到你自己啊 好就是像呃上一次我讲的是这个朱立伦这个选连任的呃那一次的在2016再往前减啊呃2016 再往前的那场的选举就是2012嘛2012的呃九合一大选的时候当时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呃原来是蓝营的这个支持者就因为他马英九不发那个公教委员金就很多人都不出来投票就你气马英九啊就气得要死就很多人不出来投票 然后呃朱立伦呢这样子显胜哎才这个两万多两万多赢了这个呃两万多票啊才赢了两万多票显胜这个游席坤那很多的就选择很很惨啊他们就是去教训要去教训要去教训这个马英九那你到最终后来呢是怎么样呢就是教训到自己啊那至于柯文那至于这个呃郭台铭呢 未来呢会不会有可能有机会跟嗯侯友宜搭档哈嗯 因为郭台铭我我原先觉得就说可能性呢不是那么的大了哈呃我郭台铭今天要出来选就是要选这个呃总统嘛哦我我怎么会去跟你这个侯友宜这个搭档从各种方面来讲呢都看不出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就可能性很低啦但是呢因为郭台铭昨天表现的气度呢 这么的好啊然后口口声声呢讲这个团结啊所以现在呢呃蓝营呢就是有些人就开始就抱着这个期望啊就会不会啊会不会呢是呃有这样子的呃侯友宜搭档这郭台铭的这个可能性啊其实嗯就要看啊就要看这个侯友宜拿出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然后党中央的这个整体的构想呢究竟是什么呢 因为呃我讲过就说呃国民党的副总统啊他他不会像是民进党的这个副总统他就是一个纯粹这是一个被位啊一个派系的妥协的一个结合啊呃然后选完之后呢我靠着这样的组合当选了当选完了之后呢我就把你亮到一边去呢他不会是这样子啊呃在国民党的总统 呃副总统的候选人他们如果这一组的组合在明年的总统大选1月13号银额化那副总统当选人呢他很快的就参加这个博奥会议啊呃博奥论坛然后呃在两岸的这个关系上面呢就立刻会起的一个和缓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呃副总统的是什么人啊 然后在这个两岸高层的这个呃会面上面啊在两岸议题的掌握上面在国际场域的掌握上面的能力啊和他的格局其实还蛮重要的啊嗯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在国际上面呢呃也可以给赋予这个呃副总统呢呃比较多的这个角色哈而且会不会是因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这组人当选使得呃这个呃 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副总统呢能够在国际啊的一些相关的呃场合啊组织啊参与啊这个活动上面呢因为跟大陆上面有这样的默契而会有一些比较突破性的规格的安排这些都是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啊嗯那因为他的角色比较不一样所以是不是能够增加呃郭台铭跟这个侯友宜搭档的呃诱因啊觉得说哎我还是可以扮演一个 那个相当程度的这个呃角色嘛哈不会是一个纯粹的这个被位的哈呃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足够以构成一个说服的一个条件啦哈但是呢嗯如果说侯友宜真的找郭台铭来搭档他也有一个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论述上面的一个问题他们必须要有很好的这个操作和协调也就是说侯友宜他现在呢他在呃有关于九日共识的这个问题上面两岸政策的问题 一个框架式的一个说法哦呃呃那他最接近他最接近的呃一种比较新的一个论述的描述就是台湾呃中华民国是杯子台湾是水是不是这样啊就是黄年先生的这个呃呃杯杯子论嘛啊嗯他没有再进一步的去阐述那个内涵啊他就取得这样子一个框架但是他在他就没有碰触到不像这个呃呃郭台铭讲的那么白啊就九日共识然后一中各表 好那那一中各表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啊各自表述嘛好那你你讲到这个一中各表你就无论如何你就要去碰到这个一个中国原则然后就很多东西讲不清楚啊好就是就灰尘一团好那你但是呢当你找了侯友宜找了呃你你过你过去都保持刻意的这个模糊然后呃你把这个九日共识当做一个通关密语通关密码交流的密码和平的这个密码然后就不要去碰触到这个 这个实质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策略哈但是你找了这个郭台铭之后那郭台铭的这个论述你你要怎么样来处理好那你们呃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后呢就是以这个呃侯友宜的论述为为主啊就像是赖清德他现在他现在呢他就说啊我真遵循着是蔡英文的路线啊四个坚持啊等等啊他自己过去那个务实的台独的工作者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呃那就是表示中华民国是一个呃 呃台湾是一个呃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就是要把他再带过去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第二个要处理的问题是说郭台铭在这个呃选在这个呃他要他到底适不适合代表这个国民党来参选的呃各种角度的这个衡量里面的过程里面呢他在大陆上面呢有这么庞大的这个资产和这个投资 呃对于他来讲啊就很多人觉得就说这可能会是他如果真的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话的一个复数啊也就是你有这么大的这个投资然后你在关键的时刻难道你不会呃被中国大陆要挟吗好呃你当然可以说这个郭台铭当然可以说什么台湾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就是就说服力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民众相不相信你好那你今天呢如果说 变成是这个副手搭档的话这个也是要也是要是会去处理的这个问题啦好这个是呃郭台铭的部分但如果他们两个真的能够组合能够组合起来的话那真的是很梦幻啦我们从之前的这民调上面看看到就是如果说侯郭配的话好嗯这不但是彻底的有边缘化这柯文哲胜选的几率就大增了 飞碟午餐我是尹乃金这个陈光南说呢他是标准的眷村二代做过职业军人国民党呢太令人失望了啊征召手法很粗劣啊诶猪头的事呢常干啊但我会人类投票不过到选前最后一次民调不会赢他就不会去投啊所以这当然很关键了啊嗯嗯这个侯友宜的要面对的困难挑战真的是嗯蛮多的啊嗯他在这个 这个国民党呃现在确定这个征召之后啊嗯然后呢在这个呃就是总统大选正式开跑啊然后之前的那个民调呢他如果说呢能够把这个民调拉高啊能够把民调拉高他现在大概落后这个赖清德嗯大概有就萨喀都嘛好的情形之下呢大概就是有萨喀都的时候落后就更多了哦嗯十个左右的这个百分点八个十个左右百分点 这个是一个很这是一个蛮蛮大的一个差距的哈但是如果说他能够趁着这段时间他的各种的整合然后他的论述他的讲法他说他在520的时候呢会有很重要的啊来跟大家呃跟大家报告真的讲的要要实一点哈不要要实一点要这个呃实在一点要让大家有感觉一点不要都是那些很啊很漂亮的这个空洞话那很腻啊那听的是很腻的哈是很 呃就是这样不行了哈呃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论述的这个操作是不行的我们看这个侯友宜呢在呃新北市议会在之前前面几天的时候呢呃轮番的啊被民进党的这个市议员呢问啊他在大原则上面就是有关中华民国的这个问题上大原则的这个事情上面呢但没有什么太大没有什么呃都谈的我觉得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啊反对一国两制啦什么的都谈得很不错 可是你真正要呃进入到这个论述的这个细节的时候呢他就要更多更能够贴近这个民众这个想法的一些能够动人的啊动人的语言直白的语言坦率的这个语言啊然后他答的最好的问题呢其实就还是跟这个治安有关的这个民进党的一个市议员在说什么啊你去跟这个因为呃新北市最近发生了好几起的这个治安的事件去跟这个黑道这个瞧一瞧啊这个黑腔的问题 他就很气啊黑道什么黑道是要什么他就是我从来没有瞧过哦那回答的非常的霸气就是就是在有关于治安啊呃这个问题上面呢因为他最有自信嘛他最熟的就是这一块那其他的部分呢就那个力道呢就差很多啊这个是要这个是要这个这个这个是要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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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加强的啊呃他如果说能够在呃 呃就是郭正亮啊郭正亮今天就讲说他如果能够在总统大选去开始登记之前的时候他的民调能够冲高啊呃跟这个赖清德赖清德呢抗衡甚至于超过那超过当然太好了那这个对于这个柯文哲来讲他才有边缘这个柯文哲的可能性哈然后呃到底郭台铭有没有可能跟侯友宜搭配然后如果说不跟这个侯友宜搭配 的话呢国民党会不会有别的这个的安排啊我觉得这个呃郭董事要好好的想一想啦哈就是嗯今天有当然有各种很很多的一个讲法就说有可能国民党把他排在这个不分区呃那他他他这个是这是郭台铭要的吗好这是郭台铭要的吗你会不会显得好像就说呃我我什么都想要哈嗯今天不能够这个选总统呢我呃选这个 呃立法院呃我也排在这部分去选立法院也好你你你你你要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吗还是说我今天呢我纯粹出来呃我只是呢觉得说嗯在国家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的一个选举上的时候呃我今天郭台铭呢有心啊而且我也觉得我自己呢有相当的这个能力能够给台湾带来一个稳定发展的一个未来所以呢 所以呢我投入了呃国民党的这个初选那虽然啊到最后呢投的不是我啊大家知国民党征召的这个不是我我还是愿意呢站在一个民间的角度呃的这个立场呢全力的啊来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因为我们的目标呢就像你郭台铭你自己所说的就是要下架民进党才能够确保嗯台湾的这个未来的稳定啊跟繁荣的这个发展啊那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郭台铭就最大啦你不用去你不用去当这个呃不分区排在不分区的这个名单里面你还能够发挥最实质的这个呃影响力啊你不知道当一个教父有多好吗你不知道当一个这个呃kingmaker有实质左右政坛未来动向的这个人物他才是真正有实权的人你郭台铭你知道这你知道这样子的重要性吗这样的重要性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 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分量啊呃他不是一个立法院长啊或是能够笔笔的啊郭台铭好好的想一想哈那今天呢谈到说这个呃郭台铭有没有可能去跟柯文哲呃搭档啊我觉得这可能性很低啊这可能性的非这非常的低啊甚至于就是零啊因为郭台铭你今天已经把话讲得很满了嘛哈我刚刚讲就说你你进入了到国民党的这个呃 游戏规则的时候呢你就被国民党鬼框住了啊更何况呢郭台铭呢这是个情感很很激动的人啊一开始呢就就话就这样讲啦就说什么啊我这个就不是我啊我也会全力的来这个支持啊那你现在就要说到做到啊啊嗯你你而且在国民党决定要征召侯友谊之后呢你又立刻发表了这个发表了脸书然后又说尽最大努力 支持侯友谊盛权让无能政府下架那你在这种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排跑去跟这个郭台铭呃跟柯文哲呃去组合不管是正负负责哈不管是呃郭柯配或是柯郭配这不是把你自己给毁了吗所以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啊哈但是嗯呃民众党会不会用其他的 方式来跟呃呃郭台铭合作呢哈比如说又反正这个呃郭台铭又不是 国民党籍的人哈他不是他也不国民党籍就算他今天是国民党籍 民众党也可以把他排在不分区啊就说国民党原先可能想要用这张牌 嗯征召呃侯友谊然后安排呃郭台铭当这个不分区未来角逐这个立法院长的这一招如果民众党拿去用呢那有没有可能呢哈有没有可能呃郭台铭因此而心动呢那郭台铭就要好好想一想啦哈 哈柯文哲呢我就说柯文哲就是一个很很值的人哈那他今天呢而且他也知道呢在这个时候呢透露出这些讯息来 就知道这跟他值不值都没有关联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啦哈他也知道就说今天透露出这个讯息来呢就会给大家很多的想象他今天呢就在呃民众党的一个记者会上呃大家就呃问到问他这个那个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主动透露 他自己主动透露他有跟郭台铭联络哈然后呢就是说让这个郭台铭呢呃冷静个一两天啊大家再来谈他说在这个时刻在这种时候呢就要急着跟郭台铭谈些什么的话这我们不叫做朋友啦哈那为什么透露这个讯息出来呢那就很很简单啊就表示说呃在个个呃柯文哲呃在郭柯文哲呢呃觉得郭台铭呢被国民党欺负了 啊然后我在这个时候呢就伸出这个友谊的手啊呃作为朋友表达对你的关心然后我又不会啊我只是表达关心我又没有要这个抢你所难或是逼迫你啊或是怎么样啊呃趁人之为哈哈或者是什么我没有这样子那我们等你呢冷静两天之后呢我们再来谈那他呃故意透露这个讯息就是会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呃我柯文哲呃还是最有力量哈来整合这个呃非律势力的啦你们国民党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说什么蓝白河蓝白河我柯文哲这个呃白色力量才最有可能呃集结最大多数人的这个支持啊更何况现在各种各样的民调都还显示柯文哲他是45岁以下年轻人呢最大的最多的支持者就在柯文哲这个身上啊那 他呃他有什么道理啊他有什么道理这么快的就要被你呃国民党的整合过去你侯友宜有这么强大的这个吸引力吗你在民调上面你你到你到目前为止啊在国民党这个征召前的时候那些民调都还显示这个呃侯友宜是有这样下滑下滑下滑啊下滑啊虽然是下滑的幅度呢没有那么大但是他是在下滑的 好那果反而相对之下呢呃柯文哲呢他不但能够巩固住他20%左右的这个支持度呃最在国民党呃征召侯友宜之前的时候一份最新的民调是 是带立安做的吗他是美是不是美丽老电子报还是什么带是不是带立安做的他那个民调 那个侯友宜还呃柯文哲还到了25%哎还到了25%哎那你如果未来这个呃侯友宜在操作不管是你的副手人选 在跟郭台铭的这个整合上面呃做的不好然后你在这个呃两岸的这个论述上其他的这个论述上面呢甚至打不起来 那搞不好这个呃侯友呃呃呃柯文哲这边他还有他有他有胜选的几率啊不会是没有哦虽然我觉得他当选的几率真的是不大啦哈 但是呢你如果这个呃侯友宜这个选战打不好的话那柯文哲的行情就是越来就是越水涨船高啦哈 那有没有可能他就想说那我也来去整合我来去整合这个郭台铭呢哈我还是回到那个啦哈还是回到我刚才的这个讲法就说你这个呃郭台铭啊既然你已经把话啊讲了这么的满了啊是要来支持侯友宜胜选啊然后来下架啊民进党那不会你要你要你要支持侯友宜胜选不是说我今天啊我没有去跟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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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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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這個而且你也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你在藍、白、河的這個部分上面呢 你就越來的越沒有談判籌碼了嘛 就說就藍軍來講 他就越來越沒有談判籌碼 他就他就是一個不利下架民進黨的一個決定囉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呢 就是郭台銘有去好好想一想 其實呢什麼都不要的人呢最大 他如果是發揮到他的就是在政治上面的實質的影響力 會比他去佔任何一個位置都來的有價值很多 郭台銘什麼都有了 你還在乎那個位子嗎 然後今天呢傳出來的一個最 我覺得是最奇怪的 最奇怪的一個就是說管中敏 管中敏呢國民黨內有人在思考說要讓 希望這個侯友宜能夠搭檔這個管中敏 擔任他的這個副手 這是一個很糟糕很糟糕的一個想法 不是一個就是怎麼會想到這樣子的一個搭檔呢 你今天呢如果找了這個管中敏去搭檔這個副手 首先啦我覺得管中敏是不會同意的啦 管中敏沒有不至於到那麼笨啦 那你假設呢他還真的是去搭檔的話 你過去呢在你的台大校長的這個任內 因為為了林志堅案子啊守住 呃台大的學術的良知啊 封骨這個部分呢就都蕩然蕩然無存了齁 你就會被成為是一個劍拔 然後被打到這個馬蜂窩 哇就是說你因為你你這個管中敏呢 你就是有這種政治上面的這個盤算 所以那個時候呢呃在去處理有關林志堅案子上的時候呢 就是出滿了政治算計政治全盟 這不是這不是很糟糕很很糟糕的一招棋嗎 所以這個不知道是什麼人這樣子來突發奇想 這個是一個這是一個不通的啦 好呃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呃 黃俊說我這個杯子呢不換 對我這個杯子沒有換 我這個是呃大作家 這個朱天心天心呢 他在我某一年的這個生日的時候送我的啊 這個Wedgewood的這個杯子 我不但呢在台灣就是都在這個電台裡面呢 就是他就是呃我主持節目的時候呢 就是陪伴著我這個主持節目 然後我到香港去這個鳳凰衛視的時候 呃我也把他帶帶去 帶去這個香港用 然後然後再呃又再帶回這個台灣來啊 呃我跟天心呃我們的生日是同一天啊 我覺得從小呢跟這個天心 這我這麼這麼這麼喜歡的呃作家呢 生日同一天呢 哇真的是我這個莫大的莫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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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到一些很開心的一個事情啊 呃然後呢在帶著這個呃天心的這個生日禮物送給我的這個生日禮物啊 陪伴我的這個主持的時候呢 感覺到呢天心的這種天心的那個敏銳的這個靈魂呢 似乎呢都一直在這個陪伴著我啊 呃這就是今天的飛碟午餐 也非常謝謝朋友們的參與討論 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